这边是什么样呢 香港的经济日报报导是说 漫天要价 戚风对手特金 一起碰了一鼻子的灰 这个事儿其实你看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些江还是老的了 台湾的联合报 你看我们的老编辑 祖国宝岛老编辑说 预告八个月剧本没写 这一下子把这个魂给点出来了 然后当然这个《纽约时报》是说了 双方都是互相指责对方 这个Both side point fingers 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 所以《香港经济日报》是这样说的 坏协议不如没协议 双方其实还并没有闹翻 这个其实是特朗普 好 包括今天美国国内的一种说法 然后还有一个内幕告诉你 台湾联合报导报导说 特朗普本来是要签字的 然后蓬佩奥告诉他不要签 本来是昨天下午 大概两点钟左右的时候 是特金两个人要联合出来 军记者会 如果那样的话是谈成了 结果没谈成也是两个人 但是金正恩换了蓬佩奥 所以看样子蓬佩奥在后面 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了 好了 我们看看特朗普在记者会前面 在记者会后面 他发表了很多言论 发表了很多言论 当然这个时间有限 我就不再跟大家念了 当然赶紧可以看一下 当然要注意到后面一点 最后一点 我随时准备好放弃任何协议 后面这句话很不友好 我不知道该不该念 如果中国不配合 我对中国也会如此干 这个团队里讲 对我们三月份 三月下半旬 他说有30训练 要给我们签协议的峰会 其实提出了一个警示 第三步我会给大家做详细的分享